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佳佳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 我们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 九五五三五之几出去喝两杯都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有些女性朋友就喜欢喝红酒 有些男性朋友出去应酬的时候 对两杯白酒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有些人甚至乎玩得更加刺激 喜欢混合酒喝 比如说白酒混合啤酒 又或者是红酒混雪碧 有时不一定混合酒喝 喝完白酒兴起来再喝两杯啤酒 这样混合酒的话会不会不好呢 有网友觉得这样混合酒喝不单会更容易醉 而且还很伤身 电视机前的你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街坊朋友又是怎样觉得的 所以我决定出发一条题目考考大家 你觉得喝完啤酒再喝白酒 会不会令我们更加伤身和更容易醉呢 A答案就是会更伤身亦都会更容易醉 而B就是只不过是更加伤身但是不会醉 而C就是会醉但是不伤身 那D答案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大外的 那如果想答对我们这条问题了 当然要关注一下我们今期的节目了 好了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展开调查 喝完啤酒伤身 啤酒可以造成啤酒肚 真相究竟是怎样 马上为你调查 你觉得酒混着多好吗 好啊 应该不是很好 反正是酒就上升 还没有不好 酒精都是一样的嘛 怎么会跟上升或者怎么样 大家都是酒精 那么喝多就没益的了 我觉得如果红酒混雪碧那些的话 应该都不会很灭的 如果先喝白酒再喝啤酒的话 反而会有利于那个酒精的排出来 如果先喝啤酒再喝白酒的话 我觉得会上升一点 对于我们不喝酒的话 可能高队可能更好一点吧 通过我们的随机采访发言 不少街坊都认为 饮混酒是更容易伤身的 尤其入了啤酒又入白酒 但是都有一些街坊认为 饮混酒没事 在网上同样存在着这两种观点 到底真相是怎样呢 当两种酒混合会发生化学反应 酒精浓度会增高 红酒就是深受女性朋友 喜欢的一个酒类产品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美容养颜 有些女性朋友为了增强口感 还会在喝红酒的时候 混合雪碧眼 但是这样混对的话 会不会令到红酒的酒精浓度上升呢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小事 在测试红酒对雪碧酒精度数之前 调查员先分别测试了200毫升的红酒 和200毫升的雪碧酒精度 结果显示 红酒的酒精度是12 而雪碧当然是没有酒精度的 好了 经过了刚才的测试之后 两个实验品它分别的酒精浓度都测试出来了 那这个雪碧当然是不会有酒精的 那就是零度的 而这个红酒跟它上面标的是一样的 就是12度 那现在我们就将100毫升的红酒 再混对100毫升的雪碧 看看他们两者会不会产生什么化合反应 从而令到酒精浓度上升 最后调查员分别将100毫升的红酒 和100毫升的雪碧 倒入到梁桶当中 好了 我们现在马上挟挟挟挟挟挟挟 两者相加了之后 会不会产生化合反应 从而导致酒精浓度的上升 你发现现在的酒精浓度只有6 而为什么会变成6 我觉得是因为 本身雪碧的酒精浓度是0 再加上12度的红酒 那两者一混对 就会对半分 即是稀释了它 所以就变成6度的酒精浓度 通过调查发现 红酒对雪碧 并没有发生化合反应 反而雪碧加到红渣便有稀释的作用 但是种的酒精都是一样的 为止调查员进一步调查 在网上发现有网友说 有什么便含有大量的二氧反弹进入体内 会加速人体对酒精的急修 还以导致人容易醉 那是不是这样 调查员继续开始实验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间酒吧 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平时有空 或者约上三五四几 都会来这些地方坐下 歇一下 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地 邀请了这一间酒吧的老闆 Hello 如何称呼 年轻有位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小实验 而且现在有比较多的女性朋友 都比较喜欢用红酒混合雪碧来喝的 那你觉得这样的混合方法 好不好呢 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红酒本来就是有益的 可以有区斑抗衰老这些功效 而对加了雪碧 其实不是说不行 只不过雪碧是用甜味去辟了 红酒的苦结味 老闆还表示 红酒对雪碧是浪费手红酒 红酒是经过严格的工艺 先把里面的糖分去掉 如果你加雪碧的话 那就等于浪费 那到底红酒对雪碧 是不是会加速人体 对于酒精的吸收呢 我们现在就进行这个实验了 那待会你就只喝红酒 那我呢就是红酒加雪碧 为了确保我们今次实验的严谨性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酒精情况 测试结果显示 酒吧老闆身体的酒精浓度是0度 而加加身体的酒精浓度也是0度 检测结束之后 加加和老闆两个人就开始喝了 而且喝到不易乐乎 几分钟就将一瓶红酒喝到差不多 只是老闆一直喝的是红酒 而加加每次 除了喝红老闆同样多红酒之外 还多喝几杯雪碧 那到底喝红酒对雪碧的加加 体内酒精浓度 会不会更加高呢 好了 经过了20分钟的等待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现时身体里面的酒精情况 会是怎样 那马上来见分晓了 经过检测 喝红的老闆体内的酒精浓度是0.03 而喝运酒的加加体内的酒精浓度是0.07 也就是加加体内吸收的酒精更加多 那是不是表示 喝红酒对雪碧是更加容易醉和伤身的呢 那么碳酸饮料呢 它主要是在胃内可以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会迫使这个酒精很快的就进入小肠 那么小肠吸收的酒精的速度是要比胃要快很多 第二个方面呢 它主要是用饮料吸食了的酒 酒精的味道它会变得很淡 反而让人家忽视了自己是在饮酒 就会出现这种越喝越多 然后越喝越醉的这种现象 所以酒加饮料这种混合方式 因为会导致更加容易醉和伤身的 只是对了饮料之后 当时没什么感觉 从而会喝得更多 所以感觉更加容易醉了 其实除了女性朋友 会有时候混合酒喝之外 男性同胞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比如说有时候 有时候用三五枝脊出来喝两杯的时候 在饭水上就可能会更热一点 就喝了白酒了 喝完之后觉得不够爽 再会放一下啤酒 那两者在胃里面就会叉在一起 有些人就会说 这样一样白酒混啤酒来喝 会更加伤身和下风鸡肉会醉 到底是否这样呢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小实验 将两者混在一起之后 再看看他们的酒精浓度会不会上升 专柴员测试了200毫升白酒当中的酒精浓度是46度 200毫升啤酒当中的酒精浓度是9度 和包装的度数是一样的 那这两种酒混合之后 会不会发生化学反应 令酒精度增高呢 好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将两者混在一起 一比一这样去比对 这些颜色慢慢变得香氛色之外 还散了很多的气泡 好了 那两种酒一比一混对了之后 它的酒精浓度会不会发生化学反应 重复上升呢 我们现在马上来揭替答案了 咦 那我们惊奇地发现 这个实验和我们之前的 红酒混雪碧的实验 是有异常统工之妙的 那两者加起来之后 它的酒精浓度不但没有上升 没有产生化学反应 而且它是相当于稀释了的 因为它的酒精浓度 是变成两者双加了之后再取悦 而现在是28度 两种酒混合 酒精浓度并没有增加 那是不是就像网友所说 两种酒在体内的酒 发生化学反应呢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小实验 将啤酒再混合白酒 发现两者之间 是不会产生化学反应的 从而令到这个酒精浓度上升 如果说将这个混合了的酒 喝到肚子里的话 人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现在就请了两位自愿者 配合我们今次的实验 分别一位就是彭彭 而另一位就是豆子 在做实验之前 我想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两位 你们的酒量如何 平时会不会喝酒 两位自愿者都表示 酒量相当不错 只不过豆子一般 只是喝啤酒而已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马上要进行实验了 在实验之前呢 就先看看他们现在 就是清醒的时候 未喝酒之前 他们身体里面的酒精浓度 是多少 那先叫彭彭来测一下 OK 好 吹气 通过检测 志愿者彭彭的体内 酒精含量是零度 而志愿者豆子体内 的酒精含量也是零度 好了 那经过了一轮测试之后 发现两位志愿者 体内的酒精含量 都是零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状态 那马上就要进行 我们一个紧张刺激 又好玩的一个酒精测试了 那我们呢 为了统一步量行 我们就会用这个小的杯子来进行 为了要两位志愿者 在志愿的酒精量达到一致 调查员帮豆子 倒了十杯小杯的啤酒 而彭彭倒了五杯小啤酒 和一杯白酒 然后再看看他们两个 在喝完相同酒精量的一个酒之后 一个是混酒 一个是不混酒 他们的一个大脑清醒程度 和他们的身体的一个感觉 会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马上进行测试了 接下来志愿者彭彭喝了一小杯白酒 和一杯小杯啤酒 志愿者豆子喝了十杯小杯啤酒 好了 那两位志愿者呢 刚才都已经喝完我 为他们精神准备的酒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全部感觉 会是怎样的呢 来采访一下 首先来问一下豆子 你吃得下来怎么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好 我们再问一下彭彭 妈妈喝了很多 天啊 所以你的小杯 我已经闻到他身上 有白酒 对就散发酸 可是喝酒 比较容易散的那种人吗 还好啊 散啊 不是散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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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容易散酒 太高了 还没有觉得他有点晕了 是不是 因为酒精被人体吸收 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所以调查已决定 令两位志愿者测试一款 关于大脑灵活动的游戏 观察两位的大脑 是不是受到酒精的影响 厉害也是0.92秒 不错的一个成绩 所以还算是清醒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红色 就是反方向 然后蓝色的话 就是顺方向 你还说你没有喝酒 你看你的反应磁化 在今次游戏试验当中 志愿者豆子的得分 是93.8% 而彭彭的得分 都是93.8% 只不过彭彭的时间 是豆子的三倍左右 难道喝了混酒 的彭彭体内吸收的酒精 真的更加高 好 好了 经过了20分钟的等待之后 两位的志愿者都已经准备 让我测试他们现在身体的酒精浓度 那到底 到底 偷酒喝的彭彭 现在身体内的酒精 会不会 上升得比较高呢 那偷住酒喝的话 这些酒精 会不会更加容易 让我们日系吸收 马上见分调了 不如留有一个原谅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豆豆现在身体内的酒精浓度 是多少 通过检测 自愿者豆子喝酒之后 体内的酒精浓度 是0.66% 而自愿者彭彭体内的酒精浓度 是0.97% 从数字上面看 喝混酒的彭彭体内的酒精度 确实是高过豆子 那么网上全面混着喝 更加容易最伤身 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无论是啤酒 白酒 或是混喝 只要是酒精过量 那么它超过了肝脏的解毒上限 就会导致肝细胞对脂肪酸的分解 和代谢的停滞 引起肝内脂肪的这个成绩 造成脂肪肝 那么更严重的话呢 进一步会导致酒精性肝炎 肝显微化和肝硬化 所以说是米二最伤身的主要原因 是在于你喝了多少 喝多了当然会伤身 而且还很严重 而另外又有人说 混着喝容易胃大出血 那是不是真的呢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 主要是胃黏膜的炎症 和胃黏膜的一个损伤 那么我们酒精 它是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这个作用 来刺激胃黏膜 破坏黏膜屏障 造成胃黏膜的炎症和损伤 那么一般来说呢 胃黏膜损伤的程度 和酒精浓度 饮酒量是成正相关的 特别是空腹饮酒 或者是既往有胃炎 胃溃疡的这个病史 喝酒就引起胃膜出血的概率就更大 因此呢 不论是喝混酒 还是其他酒类 只要过量 就都有胃膜出血的可能 所以不理是追求喝也好 只是单独喝也好 只要是喝多了就有胃出血的可能 因此不存在容易醉更加伤身的说法 只要是喝多了就会喝醉都会伤身 所以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喝酒要吃到 不要贪贝 怎么大白天都又大喝酒 就一瓶酒吧 算什么 喝多了想听长啤酒度 怎么会有啤酒度 再喝啤酒度 根本也不得大 我这里是你儿子好不好 啤酒套啤酒套 叫啤酒套 还不是跟啤酒有关 那到底啤酒套的形成 是不是真的跟啤酒有关系的呢 是啊 我觉得 就是 由小到大都听老爸的背说 啤酒套这些 自己都很害怕 我不喝啤酒都要啤酒套 因为它清淡 味料都会清淡 肠味都会清淡 因为我以前经常喝啤酒 都不会太低 你喝啤酒喝白酒那些 你没有小食的话 不过瘾 可能那些小食 都是一部分原因的 也不一定嘛 缺乏锻炼 也有一方面 也许是 现代人的饮食问题 跟运动 其他方面 可能不平衡 所以就会 集成在身体里面 所以引起啤酒度 大部分人认为 啤酒套是喝啤酒造成的 但说到具体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不是很了解的 还有街坊认为 啤酒套跟啤酒 没有关系 于是调查员在网上查询 发现一些观众认为 啤酒套是由于 喝啤酒喝下喝下的套 变大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人 在实业 当然这个人 不可能派我自己亲自上阵 而且我是一个 最好的女孩 滴酒不沾 所以今天 请了我们公司的一位好同事 范先生 新年孔 是不是很嫩 很英俊 范先生 我想问一下 你平常喝不喝啤酒的 喝的比较少 喝的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肚子是非常扁平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来让范先生 把这一瓶啤酒都喝完 看看喝完这啤酒之后 它肚子会不会产生变化 比如说撑大了 两分钟的时间 志愿者就将一瓶啤酒堆了 感觉没喝够 又开了一瓶继续喝 那喝了两瓶啤酒的肚子 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变大了呢 哇塞 我看你额头都开始冒汗了 然后有一股酒味在 像我这边飘过来 你现在会不会头晕 会不会醉 没有 就是感觉 比较轻重 感觉很脏 哇 真的明显比之前要大很多 但是还没在挖 如果长时间喝啤酒 转转一下 我们的肚子就会越转越大 从而就形成了啤酒肚 喝一下喝一下就可以 脏大肚子 这个说法看来不是很好 调查员继续调查 发现了很多网友表示 啤酒之所以造成啤酒肚 原因是在于 啤酒的热量比较高 那到底是不是呢 有网友说 形成啤酒肚的原因 就是因为啤酒当中的热量 比较高 那到底啤酒的热量有多高 我们现在打开了一个 卡路里的计算网站 马上就输入啤酒 看看啤酒的卡路里有多大 通过卡路里计算器 我们知道 啤酒的卡路里是32大卡每100克 而米饭的热量是114大卡每100克 而猪肉的卡路里是143大卡每100克 啤酒的热量只是米饭和猪肉的三分之一 那为什么还说啤酒热量太高 会造成啤酒肚呢 而啤酒肚的真正热量又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啤酒肚就是肥胖的一种俗称 所以我们觉得它像啤酒这样 我们称之为啤酒肚 那么吃了过多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的肉食吃了太多 我们的脂肪摄受太多 糖内的食物过多 超过了我们的需要量 也超过了一个人每一天的消耗量 这样累积下来以后 那么出现的肥胖就可以出现啤酒肚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说啤酒的热量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不是造成啤酒肚的真正原因 那真正的元凶呢 其实是每日涉入的热量过高 那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大肚腩了 那如果说一旦形成了啤酒肚 对于我们的健康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出现肥胖以后 我们出现了高血糖 我们出现了高血脂 我们出现了脂肪肝 我们出现了高血压 甚至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都跟我们的肥胖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肥胖呢实际上是 我们称之为代谢中后症 它会出现很多样 跟肥胖相关的疾病 所以肥胖对我们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 那么在普通人眼中呢 因为肥胖就是一个生性的问题 实际上来说 在医学上的肥胖是一个疾病的表现 所以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根源 看来啤酒肚 不单只影响我们的身材 而且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 才可以避免啤酒肚的产生呢 在饮食上的话 我们要求就是说 按照自己的消耗能力 来估计我们的摄入量 控制我们的总量 不要让它超标 那么即使要喝啤酒 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啤酒的热量 算在我们每天的消耗量里面 减少我们肥胖的发生 那比如说最简单计算方式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身高来减去105 那比如说我身高是1米75 减去105 那就70公斤 是我的标准体重 那么标准体重乘上30 那么你每天所需要的热量的话 应该是在2100的天卡左右 这个量呢 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 每天摄入量的一个控制量 如果你长期的超过这个量 那就多余的热量呢 就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存 也就可以导致肥胖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控制好热量的消耗 一个正常人每日之入的热量 将控制在2100千卡路里 和2200千卡路里左右 所以通过生活调查团的调查 大家知道了 沟酒喝不会造成异醉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喝沟酒的时候低度啤酒 或者是没有度数的饮料 起色了高度酒的度数 当时没什么感觉 结果喝着喝着就喝得比较多了 从而造成醉酒窗身 另外啤酒套的原因是在于 过多的涉入了热量 而不是啤酒的问题 调查到这里 我觉得应该还回啤酒一个清白 因为啤酒肚的主要成因 就不是啤酒造成的 而是我们每日涉入的热量过多 所以形成了一个大肚懒 我就觉得现代人的生活 虽然说是比较紧臭的 但是时间就好像我们的颅膏 指指还是柔的 所以在有空的时候 和我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候 啤一啤 总会有些时间可以啤出来 让我们做一下运动 在继续的同时 还可以弹到健身的效果 而这个沟酒喝 好不好的问题 会不会更加容易醉 和更加容易伤身呢 其实是不会的 不过大家都要注意一个度 一个量的把握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量变就会造成质变了 什么做得多都肯定不好 好像饭 饭我们每日都要吃 但是吃得多都会赚爆我们的胃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贪杯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那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小问题 你们现在应该知道答案了 那便就拿起你们的手机 发送答案来抢礼物了 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 拜拜